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专注每一个今天 19世纪 在英国有位著名的思想家 历史学家 名叫卡莱尔 在他的名著作里的作品 《霸国大革命》发表之前 曾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当时他经过多年的努力 总算完成了这本书的全部文稿 他便把文稿交给他的好朋友 米尔来阅读 想听听他的评论 想不到才隔几天 米尔就脸色苍白 浑身发抖地来找他说 卡莱尔非常的对不起 我的女佣不小心把你的文稿 当成被子 扔进火炉里烧了 现在只剩下我手里的这几张 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卡莱尔简直生不如死 只能每天生闷气 越想越懊恼 直到有一天 卡莱尔走在街上 看到一个石匠 正在砌着一道又高又长的墙 突然他恍然大悟 心想 这一道墙不就是一块砖叠着 一块砖砌成的吗 之前法国大革命的手稿 也是一页接着一页写成的 我只要今天写一页 明天写一页 继续写下去就成了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什么都不去想 每天只要写完一页就好了 就这样 卡莱尔重新振作起来 买了一大碟的稿子 重新开始撰写 几年后 重写过的书籍就出版了 内容甚至比之前被烧得还要好 当中 卡莱尔抓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 就是一次只想一件事 不去为别的事担忧 亲爱的朋友 一次只想一件事 不去为别的事担忧 也就是专注在当下 不把昨天的失败沮丧带到今天 也不为捉摸不定的明天担忧 圣经中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时 其中一句提到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这里指的不只是面包饮食 耶稣是要我们把今天一切的需要告诉上帝 期待他来满足帮助 而且是每一天24小时都来依靠他 如此 上帝就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足够的能力跟活力 来度过今天 胜过今天的每一个挑战 所以当你手边有太多的事的时候 你可以向上帝祈求说 上帝啊 请你帮助我 专注在要紧的事上 不要担心那些我做不到的事 好让我完成今天需要做的事 上帝啊 我有财务上的需要 我有情绪上的需要 身体上的需要 今天我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你的供应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压力指数下降 每一天都有新的力量 上帝会给你智慧能力 去面对困难挑战 亲爱的朋友 上帝热意满足你每一天的需要 不论你有生活上 身体上或心灵上的需要 试着开口 向上帝祷告祈求吧 上帝必会赐给你 今天所需要的力量 为你的人生带来改变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